嗨,大家好,我是张金坤 欢迎来到今天的坤哥教你骑 今天的内容是站立骑行 站立骑行是自行车骑行的最最最基础的 就像在我跑步之前要学会先站立一样 OK,今天来吧 很多人刚接触自行车运动都是坐着骑车 当我们坐立骑行的时候 接触自行车有三个点 第一个是手握住车把 第二个是屁股坐到座上 第三个是脚踩到脚踏上 那我们在学习坐立骑行的时候 这三点基础都要掌握 在我们坐立骑行养成好了以后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了解了更多的刹车的使用 转向包括身体的重心 包括踩踏 包括变速器的使用 那么在这个阶段结束以后呢 我们就要升级成站立骑行姿态 在站立骑行要把之前的刹车和我们的握把 包括变速都在站立的状态下去完成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今天是站立骑行 站立骑行的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 我们再去进行进攻姿态的练习 还是不管是pump track的压胎场 还是进山里去想去操作自如去玩山 那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打好这个基础 我们就可以学习之后的动作 那么这一步最关键的第一个是量 骑量一定要达到 第二个是我们的习惯要养成好 我们站立骑行依旧要去注意的是握把刹车 包括身体的姿态 包括踩踏的脚姿 包括踩踏的膝盖的发力 这些非常的重要 想学习更多请关注往期教学 在站立骑行姿态练习之前 我还是先要回顾一下我们坐立骑行姿态 当时的一些小小的习惯 这些习惯会带入我们的站立骑行 首先是车把 我们的手掌最外沿 要握住车把的最外侧 虎口握住车把 伸出你的食指 一个指头捏刹车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脚的技巧 就是之前你坐立骑行的时候 你长时间姿态 比如说看我这样坐的 我的手是正的身的 即使我的车坐高一点呢 我的手也是正常向前伸的 那我的手腕的角度 不会出现过于上过于下 这两种折法 那我们一旦变成站立骑行姿态了以后呢 我们的身体可能更超上一些 这个时候我们的置手的高度和角度 也要注意可以轻微的调整一下 尽量不要让自己的手腕折的幅度过大 角度过大 我的身边的很多教学的车友呢 他们日常骑行的时候 不会把这个 不会把刹车的只手调得很好 有时候太靠下 或者太靠上 手腕一直是这样别着的 很容易造成你的手腕的肌肉劳损 或者是造成一些不正当的磨损 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 把只手调到一个很好的位置上 第二点我们的踩踏 脚前掌踩到脚踏上面 脚的直骨对准脚踏的最前沿 这个时候我们能获得更大的这个脚和脚踏的这种摩擦力 另一方面可以更好的有踩踏的这个效率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当做动作的时候 向下的缓冲 也可以利用脚腕这种上下的幅度缓冲好 了解了我们的基础的握把 和踩踏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要开始练习站立骑行 站立骑行刚开始我们要在坐立骑行上 慢慢便站起来 找到这个平衡的感觉 这里肯定很多小伙伴笑话我 我已经是非常老的炮了 为什么你现在又教起来站立骑行 这个视频是送给广大的新人 特别是很多人刚从XC自行车 转移到我们的重车 或者是刚想去练习一下自行车技巧 送给这一群小伙伴们 我很友善的帮助你们如何一点点接触 山地自行车运动 OK 坐立骑行 慢慢的坐着 我们可以正常的蹬 然后脚踏方式水平 站起来 靠着溜车 这个过程先溜车 我们可以骑速的先溜车 如果你很自信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直接在站立的时候这样去蹬了 如果你很自信你就可以这样去蹬 可以尝试一些小的这种弯 转一转 然后 绕一绕八字 尽可能的站立熟练的去这样操作 看起来我骑的很简单 但是呢 这些小小的转弯 其实就是骑量积累的一个过程 下面我让我的搭档王宁给大家站立骑行演示一下 看看他的这个操作过程中 是否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帮他去改正的地方 OK 头盔给你 OK 你可以感受一下 绕着八字或者围绕这个转一圈 尽量站立骑行 好吧 可以看到他现在骑车子非常的抖 是不是 你现在重量是不是应该全部放在你的腿上 对 不要手撑的很厉害 新人刚开始在站立骑行的时候 也经常会把重量放到自己的手上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式 要全部放在腿上 手指是一个浮动车把 左右转向这么一个过程 OK 你可以多骑 这是一个量的积累 加油 骑到什么时候 你可以再继续骑感受一下 你的 你看他的现在的背部 是一个攻着的状态 那么我们当时说分享了 在站立骑行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背 对 我们的背要崩起来 非常棒 但是不是很有刻意的去崩 是因为你的腰 你的脊椎要有是一个板直的时候 是绷紧的过程 你的更多灵活的是你的髋关节去灯踏 手去转向 那你上身需要锁住 你不能去弓这个腰 如果在弓腰的状态 以后再去练习进攻姿态 或者是再去发力的时候 你就会养成这个这样抖动的习惯 这是非常不好的 标准 非常标准 OK 刚开始的话重量是放在手上 现在已经转移到腿上了 然后我们又给它更正了腰的问题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如何去踩踏顺畅 对 如何去踩踏顺畅 我们踩踏的过程中呢 不能出现中间断开的情况 刚刚是我们这样灯踏的时候 中间老容易断开 是不是 空一块 空一块 那尽量让这个空的这一块 不要是 不让它出现 这样连贯的 对 当我们要踩踏 踩完一圈 瞬间可以停在我们的 正脚反脚的这种 站立齐形姿态的位置上 两脚踏放置水平 对 OK 我们可以继续踩踏 你现在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增加一下难度 让它把变速器调到最轻的挡 就是后面的飞轮调到最大 OK 这个时候它的踩踏 就会有一些中间空隙就会更大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 如果还能保持住 特别特别的稳的姿态 上身还不晃动 脚踏一直可以正常的踩踏 那么这个站立齐形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好难受吧 是不是自己的重量 腿部的重量很难发得上 OK 这个就是现在需要的关键 我们在站立齐形的踩踏环节上 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非常棒 谢谢你的这个小白的演示 谢谢老师的指导 很多人肯定非常羡慕他 他一直跟着我在一起 但是他不练车 站立齐形 首先在坐立齐形姿态上 然后慢慢的腿部蹬直了站起来 然后这个关键点是在我们的脚踏 和我们的驱屏要放置水平 在水平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更好的感受这个站立齐形的平衡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把重量要放到后面去 不能手臂撑住车拔 第三 当我们的脚踏放置水平之后 可以正常平稳的齐形之后 我们可以再加上我们的踩踏训练 踩踏训练刚开始在练习的时候 可能是后面的飞轮可能放的比较小一点 脚踏可能踩比较重 这时候中间的间隙可能很容易去掌握 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要把后面的飞轮换成最大盘 然后再去在各种的车速下进行踩踏 里面很重要一点 就是你的这个两个脚之间的力量的传导 有时候会正脚踩的多了 后脚会跟它打架 这两个脚它毕竟这样蹬起来 然后它就会经常打架 把这个打架的感觉给去掉 然后我们就要很顺畅这么踩踏 把重量每一次能充分的在腿上释放出去 不至于这两脚就感觉像在车上骑行 像蹲马步一样 这种感觉一定不要有 那么如果能找到这种很正常的踩踏的 顺利踩踏的过程 那么你就OK入门了 我们的站立滑行也稳定了 站立的踩踏也稳定了 下面的话我们就要增加骑量 我们可以找一些各种的地形去难为难为自己 比如说刚刚王宁在骑车的时候 我让他去转这个花坛 然后这个转的过程中其实上它的车子转向的角度会很大 对它的平衡操作其实也会有提升 那下面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些楼梯 或者是尽量绕一些八字弯 在高速低速都要去骑 这些小细节我们来找找难为难为自己的地方走 增加骑量不是让你完全在平地上骑行 因为刚刚我们平地上骑行已经练好了踩踏 现在要把这些状态就带到各种的地形上去 换不同地形会给你的操作有更好的提升 第一个挑战的是楼梯 我选择楼梯台阶的高度比较窄 然后加上我骑的软尾车 即使一个新手他就像骑下坡一样 他并不是觉得这是楼梯 好在这个过程中捏一下刹车保持车速 继续来 在下楼梯的过程中 我们的重量始终要保持在我们的腿上 千万不能转移到我们的手上 即使你再紧张 也要把我们的重量放到我们腿上 如果你觉得楼梯还是不有自信 你觉得掌握不好 继续回你的平地上 继续增加你的起量 然后继续练习你的踩踏 在各种档位练习你的踩踏 让每一个踩踏的中间档位 保持住没有这种尖细 不会这样巴巴巴捣链条的感觉 然后楼梯搞定 然后我们下一个继续多尝试一下一些低速的转弯 对来 OK 这样的力 转弯也可以增加一些踩踏的动作 OK 这也是个弯道 下去 好 第二步是我们的弯道 这个弯道的话 我们过程中可以用滑行的方式 也可以用踩踏的方式 这两种你都可以交替 根据自己的感觉 要多去尝试 都要去尝试 然后 刷 第二个挑战 那么下面第三个挑战 第三个挑战 是我们有意识的通过一些 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方 然后我选择了一个这样的窄边的下坡 那当然你选择的时候尽量避开一些不必要的危险 骑这样窄边下坡 用我们站立骑行通过它 通过了 用我们的站立骑行去感受我们的大新世界吧 尽量去多换地形 多换地面 多换坡度 多换姿态 然后但是我们的基础要领不要丢失 重量放在腿上 然后手指是一个凝把的过程 我们的核心要收紧稳定 腰不能攻起来 然后刹车要领秘的控制好车速 OK 今天就是我们的站立骑行 相信你养好 很好这个好的习惯会伴随你的终身骑行 加油吧 Everybody Hands up